行車記錄席拍下 一名黑衣人抓著計程車司機 就是一陣猛毆 司機一邊嗚著頭一邊抵抗 沒想到另外一名年輕人也加入戰局 跟著一起圍毆司機 這是旁邊的朋友看不下去 幫忙勸架 原來遭到毆打的是一名防疫計程車司機 我們回到事發的地點 就在台北市中山區天津街上的 一間防疫旅館旁 當時司機明確地表示 是不能再一般的乘客卻遭到罪漢毆打 然後有挫傷 頭部的傷還清晰可見 司機回憶當時狀況人心有餘悸 我說這是台北市政府防疫專車 請你下車 我沒有辦法承接你 下來就開始叫囂 不到十秒鐘就開始揮拳 因為遵循防疫規定 因此不能讓一般乘客上車 沒想到卻惹來罪漢一陣狂毆 那我們只是在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那遇到這樣的問題 其實我們也不想 非常的不想遇到這種問題 但是遇到了我們只能保護我們自己 無奈去年才剛剛投入防疫計程車的行列 沒想到卻遇上了酒後亂世的年輕人 司機第一時間已經報警處理 並決定提告 莫見警方已經鎖定了兩位動手的嫌犯 正在全力追棄 華人新聞 莊俊 劉俊南台北報導